第十届北京香山论坛于10月29号至31号举行 10月29号,中国兼驻美大使崔天凯在论坛配套活动高端对话中谈及中美关系时表示 中美关系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关系,而是多面性的 其实中美关系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关系,是个多面性 美国对话政策也从来既有要跟我们协调合作的一面 也一直存在着要对中国遏制,甚至要改变中国的一面 这两面都存在,所以中美关系也从来是两面都有 但是关键是双方要认识到,作为两个大国应该找到一条正确的相处之道 我认为只要双方都能够承认和接受中美两国 可以何而不同,两国就能做到多而不复 崔天凯表示,中美两个大国如果发生冲突对抗 对中美两国及世界肯定是灾难性的 一定要避免冲突对抗 我相信两国大多数人理性的人都认识到这一点 但是并不等于说我们啥也不做 就可以自动地避免冲突对抗 还需要我们做出共同的努力,防止这样对抗的情况方式 谈及美国一些持对华强硬极端立场的反华议员 崔天凯表示,这些人中很多根本就没来过中国 也不知道真实中国是什么样子 非常极端的反华的人,很多人根本就没来过中国 他也不知道真实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他也不了解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 中国老百姓在想什么,他不知道 他就完全从一种主观的东西出发 所谓中国问题专家,他可能也研究了一些中国的事情 可能还会讲几句中文 但他真正了解中国吗 这些人往往是所谓半平之处 这个其实也很危险 因为人家以为他们是专家 就是他讲出来的话都是误导 所以我觉得我们两国都有这个责任 要实施求生 把对对方的认识 把判断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 当然现在双方的交往在恢复 我觉得我们应该大力鼓励这种交往 还要深好 崔天凯认为,中美相处之道的关键 是美国能不能做到和中国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合作共赢 美国对方政策 它还在几个真正核心的问题上 能够尊重中国 能够接受中国的发展 它能不能做到 跟我们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 我们当然也希望 中美之间合作面能够始终占助到处 但并不等于说 因为这些合作的需要存在 创放一些分歧 甚至一些相当尖锐深刻不同的问题 自动就会给掩盖了 或者就会消失了 这也是做不到的 我们要做的就是始终保持 这个基调是协调合作的 是要两个找到一个正确的相处之道的 然后在这个前提下 在这个框架内 要找到建设性的来处理 这些分歧 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这个框架内 在这边有两个人 在这边需要更好 那么多的